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幂35岁生日状态超好迪丽热巴连续8年送祝福却被潮 9月12日是杨幂的35岁生日 她在微博晒出庆生照 带着生日帽很是可爱 她还发文感谢大家的祝福 蜜蜂和狐狸彼此陪伴彼此成长 是最美好的事 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 我也要把最美的祝愿分享给你们 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奔跑 在不同的跑道上为对方加油打气 愿每次互相遥望都能看到更好的彼此 希望每个小蜜蜂都能做有意义的事 成为更好的人 传递正向的能量 活好自己的人生 加油 许多网友纷纷称赞杨幂35岁的状态 这哪里像35岁的女孩子 完全就是25岁的少女 在杨幂发微博之前 嘉行全体艺人 包括迪丽热巴 张冰冰 祝旭丹 张云龙 代思 高伟光 黄梦颖等就集体凌晨卡点为杨幂庆生 确实是人缘无敌的大秘密了 不少网友感叹 杨幂生日就等于嘉行的团建日 不愧是老板的牌面啊 其中 迪丽热巴更是连续8年为杨幂发文庆生 从2014年到2021年 从迪丽热巴签约嘉行工作室以来 每一年都如约而至为杨幂送上生日祝福 在杨幂遭遇舆论非议时 热巴也会大方跳出来直接支持杨幂 许多人称他们二人是让人羡慕的神仙有益 但没想到的是 话锋一转 在迪丽热巴为杨幂庆生辞条的评论区中 迪丽热巴和杨幂的粉丝却互骂了起来 杨幂粉丝认为嘉行那么多艺人都为杨幂送上了祝福 但只有迪丽热巴每年都在上热搜 然后点进热搜全是迪丽热巴粉丝 在安利自家偶像 觉得他们是在蹭杨幂生日的热度 在迪丽热巴发的生日祝福微博下 粉丝们也几乎都是在祝福迪丽热巴 似乎无视了杨幂的生日 而迪丽热巴粉丝却觉得无辜 仿佛迪丽热巴送祝福也是错 不送祝福那就更错了 据悉 在工作上 迪丽热巴与杨幂同属一家公司 二人是师姐妹关系 也是上下级关系 杨幂是家型的股东与艺人 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够被捧红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杨幂的提携与重用 如今迪丽热巴和杨幂两人都是家型的门面担当 也同属于身材火辣 可言可甜型女星 或许也存在一些资源的竞争关系 2018年迪丽热巴代言了某奢牌的一个广告 而这条广告的上一个代言人是杨幂 还让两家粉丝一度因为资源争夺撕了起来 虽然迪丽热巴每年都会为杨幂送生日祝福 但杨幂给迪丽热巴庆生的次数却比较少 两人也一度有塑料姐妹花的传言 许多网友认为 两人私下联系似乎也并不是特别多 而且如果真的关系很好的话 应该是参加生日聚会吧 拍个合照 而不是连合照都没有 不过不管怎样 生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 希望两个大美女也不要受外界传言影响 维护好彼此的情意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